沒有現金啦 不用再看你練 就你畢業了 要從上面練啊 爸爸媽媽愛你喔 那個現在越來越不愛給我抱 歡迎收看NerryV 我是NerryV 我是NerryV 今天是個很特別的日子 為什麼是我們開場的 因為我們去參加畢業典禮啦 今天 NerryV 請要畢業了 所以我們在享受 等他回來之前 我們先來佈置一下 給他一個驚喜 比如說 他畢業的時候 我們覺得在家裡 也是有幫他慶祝 因為我覺得小學畢業典禮 它是有另外一個意義在 因為小學畢業的時候 就大約都是在12歲 那下面就是 他是11月生日嘛 也是畢業之後 到年底 過了變成13歲 其實這就是一個 兒童轉變成青少年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蠻有意義價值的 那我昨天 也跑去買了一個小禮物 想說給他有個紀念性的價值 所以 我們又 準備了一個 花束 我買乾燥花 因為覺得 乾燥花比較冷 白比較久 那另外一個禮物是 這個 先不拆 對 看一下 等一下讓年流自己開 藍色的這個 應該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對 讓 等一下讓年流打開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 他的禮物是什麼 年流剩下25分鐘就要下課 我們要趕快先來聽知道 就先布置一下囉 GOGO 跟我們一起布置吧 我先買了這個 還有 畢業掛期 畢業的 這蠻可愛的 這個好像要穿 穿線的樣子 一樣布置在這面牆吧 其實我們生日 有時候是很簡單的過分 就是只有 買一個蛋糕 再加一次蛋糕 唱個三日拍的時候 它還會特別的慶祝 但是畢業這件事情 是蠻重要的 所以就想說 放到記錄起來 在他長大以後 在未來看影片 再知道說 啊 他 畢業的時候 是不是有記住 我覺得就是 人身上都會有一些 很重要的幾日啊 生日每年都在過 國小畢業就只有一次 然後 再來 又可能去日本讀書 所以 這是一個比較 難忘的經驗 然後我們就繼續 先布置一下囉 手很簡單的稍微度數一下 這是因為太簡單 所以我又打了一些氣球 才不會看起來太空虛 我們要打一下氣球 我 沒有看好 我試試看他的聲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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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真的複製你 對啦 你怎麼怕 不要緊張 其實你聽一下是彈琴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去彈琴 快點 哈哈哈哈哈哈 妞妞回來了 我還不知道 超好笑的 他怎麼那麼提早啊 本來是說55分 結果現在 40幾分他就下課了 結果我以後 他就接他 結果自己走回來 他有布置 馬上破梗了 反正知道我們把他進去 對 他剛剛已經演過散類了 他已經感動 那應該不是因為我們哭了 而是在學校哭 真的嗎 為什麼會有一顆球是這個 什麼 哇 好了 好囉 歡迎 跳跳跳車 娘娘恭喜你畢業了 你先不要搞斷啊 我們要讓你看一下我們送你哪些東西 看牛仔喜歡 就是送給你的乾燥花小花束 對 因為 我們剛剛發現裡面有螞蟻 所以我們就把他 等到時候我們就把他噴一下香水 對 爸爸剛剛說要噴殺蟲器 我就不知道你會聞 但你等一下聞就是聞到殺蟲器的味道 沙粉裡面現在是香水 至少還是香粉 沒有 那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裡面都香水 然後還有後面一個小禮物 你知道這個藍色盒子是什麼嗎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沒有看過這個藍色盒子嗎 沒有 因為幾年沒有 都對品牌沒有什麼太大概念 但是這個品牌對以前我們來講 學生都很想得到 對對對 對 年輕人都很想要得到的 對 有麻衣 那我們先一個一個來 你先開禮物 那你唸一下這是什麼 Everny and call 對 是他吧 CALL啦 CALL 我把後面那一點看成A了 好 打開看看 是什麼 是什麼呢 是一個小香包嗎 不是 對 打開看看裡面有什麼 要不要我幫你戴 我們送他一條 小的銀手鏈 因為我們昨天去看的時候 他是有 黑金版的 對 但是我覺得 念念應該不會喜歡 K金金色的 所以他比較喜歡銀色的 我們就換銀色的什麼 你想帶哪一種 這洗澡都可以戴 因為他是純銀的 所以 雖然他會變黑 但是 後來再做清潔就可以了 這個形狀我們是覺得 你比較喜歡中性一點 我們就沒有買那種很細的手鍊 球球 對啊 但是他的設計 就是一個像 一個鐵鏈 但是他是又有比較 有造型的 但是他們的經典比較新款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這既然是有紀念意義價 價值心的東西 就覺得買一個好一點的東西 喜歡嗎 只有嗯喔 喜歡 那你剛剛有沒有開心 有 有喔 雖然已經破梗 但是你有開心對不對 我剛剛看到人家 你剛剛有開心 這是你的卡片 讓你唸出來 沒有現金啦 不要再看你唸 祝你畢業的 你要從上面唸啊 妞妞祝你畢業快樂 就是你的第一個畢業天理 也代表你 進入 進入人生下一個階段 爸爸媽媽愛你喔 嗯 妞妞現在越來越不愛給我抱 他要給我抱 越來他都會尷尬 好啦 這就是我們一個 原本想給妞妞驚喜 但是 只有是妞妞給我們驚喜的 畢業驚喜企劃 哈哈哈 這太把我們嚇到了 對 氣球都還來不及從 就這幾顆 所以其實 妞妞你自己對畢業 你有什麼感想嗎 你會覺得說 畢業結束了之後 會不會覺得下一個目標出現 是要騎日本讀書了 還是說 會覺得 突然失去重心一樣 你現在感覺是怎樣 問得太深奧了 你應該直接問他 你會不會捨不得同學 會不會想念他們之類的 會想念老師 有沒有捨不得 沒有 友安妳在學校我哭嗎 沒有 哭不出來太熱了 超熱的 那你們班誰 有很多人哭嗎 沒有一個都沒哭 一個都沒哭 因為太早起 每個都很厭世聯嗎 真的是超熱 超級熱 超級熱 對 相信現在應該也都進入了 畢業的季節 那我們也祝 每個在今年的畢業生 也祝大家 畢業快樂 一棚 紅塵萬里 一盤豐盛 紅塵萬里 白色可樂 以前都會寫的 可以開放大家 你們都在畢業冊上寫什麼 祝大家 紅塵萬里 一盤豐盛 在畢業季之後 有一個新的美好的開始 那我們一起祝大家 畢業快樂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 按讚分享訂閱 那我們就 明天晚上清醒見囉 掰掰 掰掰 bye